这款插件,评分非常高,在Kolome应用三点拥有了4.9分的评价,用户人数更是达到了90多万。 嗨,大家好,我是小胤。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好用的网页内容抓取工具,Instata抓取器。 名字有点残,以下简称IDS。 使用IDS,不用任何代码,几秒钟就能给你复制几百条,甚至3000条数据。 就算是电脑小白,也一看就会,而且完全免费。 上一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了使用网络爬丛工具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爬丛工具时,一定要多了解,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了解IDS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它是Chrome的一个插件,在谷歌和A级或其他基于Chrome内核的浏览器上都可以使用。 这里,我用谷歌浏览器来进行演示。 点击谷歌浏览器右上角三个点,点击扩展程序,反问Chrome应用三电。 然后,在三电中搜索Instata Data Scraper,即可找到这个即时数据抓取插件。 点击打开插件详情页。 下面,我们来进行安装。 点击添加至Chrome按钮。 选择添加扩展程序。 OK,这就安装完成啦。 我们点击右上角三个点。 扩展程序。 管理扩展程序。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浏览器安装的所有插件。 这个是我们刚刚安装的插件。 安装后,你可以随意抓取任何你打开的网页数据。 那如何使用呢? 非常简单。 比如这个网页。 我想把这个列表中的数据全部爬下来,保存到本地。 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扩展程序。 选择IDS。 这个表格中显示的是对应这个列表中的数据。 如果你的网页中有多个数据列表, 可以点击切换列表来锁定你要抓取的区域。 这个字段名也是可以修改的。 比如这个是编号。 详情页地址。 这里对应的是封面图地址。 这个是电影的名字。 不需要的字段,我们还可以把它删除。 这个是评分。 其他字段都不重要,那就全部删掉。 如果你发现删错了, 我还想把参与评分人数也抓取下来。 点击重置列按钮。 刚刚删除的内容又都回来了。 我们继续删除不需要的字段。 把参与评分的人数保留下来。 好,我们要下载的内容就定下来了。 这里只有25条。 我还想自动把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等等后面的数据全部抓取下来。 我们只需要点击找到下一页按钮。 然后点击一下这个下一页按钮,让它变成深绿色的。 告诉它,这个就是下一页按钮。 让它在爬取完当前页面的数据后,自动点击下一页,继续抓取。 好,我们把IDS页面调出来。 这里告诉我们,它已经找到下一页按钮了。 点击开始,就可以执行爬取任务了。 最小延迟和最大延迟是用来设置抓取数据时的请求延迟。 主要目的是,模拟人类行为,避免触发目标网站的反爬机制。 设置后,工具会在最小延迟和最大延迟之间随机选择一个延迟时间,用于每次请求。 这种随机化,能够降低爬虫行为的规律性,减少被网站检测和屏蔽的风险。 一般简单或没有反爬措施的网站,默认使用最小延迟1秒,最大延迟20秒即可。 如果你访问的网页有严格的反爬措施或抓取大型网站数据,建议最小延迟调整到5秒,最大延迟至少调整到30秒。 如果抓取的是非常严格反爬机制的网站,甚至可以调整到60秒。 尽量模拟人工操作,减少被封锁的风险。 我爬取的这个网页不是特别敏感,所以设置1到20秒内随机请求即可。 OK,设置成功后,我们点击开始爬行。 这是已经挂销的页数。 这里显示的是收集的数据总调数。 这个是每一页有多少条数据。 这个是使用了多长时间。 OK,全部刮销完成。 250条数据,一共用了11秒。 效率还是蛮高的。 要是手动复制,我都不敢想要几个小时,还不能保证数据会不会出错。 刮销完成的数据,点击复制,然后在本地打开Excel表格。 再点击张贴,即可全部拷贝到本地,或者直接把数据导存成CSV文件或Excel文件格式。 下载完成后,直接打开即可。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那如果我抓取的网页数据,分页是向下滑动加载的,没有下一页按钮怎么办? 比如这种页面,往下滑动会自动加载新的数据。 没关系,打开Excel,然后把无线滚动勾选上。 开启后,我们就不用去找下一页按钮啦。 直接点击开始抓取。 Excel会自动模拟下拉滚动操作。 OK,抓取完成。 导出Excel。 250条数据全部挂销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随意整理爬取的数据。 通过评分进行排序。 或者通过参与人数进行排序,就变得非常方便。 装机详情页地址,它会建立一个操链接。 点击,可以直接打开详情页。 或者,在你新的列中。 注入HYP,选择超链接函数。 然后选择跟它在同一行,也就是第二行的链接地址。 这里会出现Dbly的第二行。 搜号,随便起一个链接名字。 比如,点击查看。 然后再回车。 点击,也可以直接打开详情页。 剩下的这些链接,只要选中这个单元格,把鼠标移到单元格右下角,直到变成实心的加号。 然后,双击鼠标左键。 所有的详情页超链接,就都添加成功啦。 我们随便点击,都可以打开对应的详情页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要爬取一些购物网站的商品,来做市场调研分析,或者抓取一些时事新闻,学术期刊等等,都是OK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